一位土生土长的潮州人 儿时记忆深刻的手艺 却日益没落 二十年工笔国画的基点 一招舍去只为挽留记忆 我觉得不画国画 或者国画界少我一个也没有关系 但我真的很想为通话子做点什么 两位设计专业的大学生 各自领域各有所长 纠结 眼泪 在他们的构思和设计之下 通话词将会怎样融入人们的生活 本期节目老义新生通话词 敬请关注 我叫彭欣欣 现在就读于南京艺术学院首饰设计专业 我是一个非常热爱手工的女孩 看一下我做的东西哦 我最喜欢小鸭子 这些都是我自己买的一些布料 我自己分制的 都是我的笔记本啊 小袋子之类的 因为做太多了 所以我当时还去摆过摊呢 还有这个小鸭子 我超喜欢的 叮 它其实是一个小关头哦 它有自己的帽子 我的首饰设计作品 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表达 将我对生活当中的一些领悟 融入到我的设计作品当中 最近在做花丝作品 我是非常喜欢民间工艺 所以我有另外一套作品 是将传统的编织工艺 与现代的首饰相结合 做的一个新的尝试 总之 我是一个非常心灵手巧的女孩 我是黄月 我是南京艺术学院 首饰专业的学生 目前研究的方向 是郁镜的郁雕首饰 我是一个性格相对比较 安静的女孩子 但是我选择的专业 却恰恰是一个不安静的 我一般会选择是比较有诗情画意的那种 会有一些江南韵味 或者是中国的那种比较温婉的 有意境感觉的那样的一个设计 我们的创意识也必须跟功能结合起来 我是一名大学老师 从16岁开始学画画 坚持功比国画已经快二十年了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潮州人 小时候通花瓷摆设 充满了我的整个记忆 大街小巷的很多店铺 都能看到卖通花瓷的 但是这些年 通花瓷越来越远离人们的视线 就我知道的 现在从事通花瓷的手艺人 在潮州 可能专业的都没有超过二十个 我心里很想为通花瓷做点什么 我最早介入通花瓷的时候是 将我在国画上边的一个 绘画的一个技巧 挪移到瓷版画上面去 我觉得不画国画 或者国画界少我一个也没有关系 但我真的很想为通花瓷做点什么 我自己认为通花瓷之所以走坏没落 很大的一个原因是 因为它缺乏一个新的面貌 像以前通花瓷比较多的是 一个通花瓷的摆设 但是现在可能从 人们对艺术品的要求 从城市的角度来说 它可以有更多的尝试 通花瓷应该改一个广式 像这种瓷花 这种寄花瓷板的这种工艺 从清代就有了 清代的歌谣里面就已经有了 把那个梅汁寄在瓷板上 这样一个手艺 但是这只是以前寄 限于一种工艺 它从来没有很大层面的 被人推广成为一种艺术形式 一种风格性的东西 所以我本身是在国画里面出来的 我知道风格对一个作品是多么的重要 你必须发展出属于自己的风格 那么它上面有你的一个符号 这个实际上是作品最重要的 我最想保存下来的是这样的一门成型的方式和这样一门工艺 当我们跨越了这个尝试以后 可以使这个手艺得到更多的发挥和延续 在本期节目中 彭 星星和黄越来到了潮州 他们将在规定的时间里运用各自的特长 对通话词进行全新的设计 第一次见面 为了让刘丽莎老师对自己有一个初步了解 两位学生分别送上了自己亲手设计制作的小礼物 好喜欢 特别喜欢 看得出这两个学生是在设计上和首饰上下过苦功夫的孩子 他们的概念其实很新 就是对材质的保护以及设计的那种简练 都有一定的自己的语言 我对他们的设计很有信心 我们这个展览所有的材料都是用陶瓷做的 然后今天在展厅的时候 他们也很认真地看了我们的陶瓷学生的作品 其实就是两种不同的专业的一个对接 把双方的边缘都合到一块去 我们这里有一个陶瓷与非语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学院 以及一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审计基地在我们这里 在国内非语学院都没有集所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机构 以及本科建制的一个学院在我们这里 稍后我会告诉你们答案 雨过天晴 刘丽莎带着两位学生 奔赴了此次设计之路的第一站 我现在跟各位介绍一下 这个是坐落在比加山的这个宋窑 宋代的时候潮州的比加山是有99座窑 我们学校是坐落在比加山上 所以我们这个学校半学在陶州在比加山上 那么我们有一个义务的职任 那就是为地方的陶瓷服务 主要就是培养这个陶瓷的人才 其中包括这个陶瓷里边的这个灰蝇 通花瓷 所以这个会大欢迎大家能够来这个潮州 也来这个我们学校学习 这个就是潮州通花瓷 通花瓷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风吸瓷烧制记忆里边的一个瓷花的一个记忆 见到了精美的通花瓷 学生们也开始对它的工艺逐渐产生好奇 但琉璃莎却并没有急于带它们深入了解 我觉得作为学生的话 应该尽量地去保护它们的创意和设计 我不想太快去带它们接入到工艺上边去 因为我好担心一旦是涉及到工艺上面的东西 它们会受工艺的一个限制 而限制了它们对设计的一个发挥 然后我愿意在工艺上尽量地去配合它们的设计 现在都已经12点了 但是看过我们通花瓷之后 还是有一个新的想法和大概的理念 所以要先把它呈现出来 第二天上午 两位学生带着连夜绘制的设计图 开始讨论成型的可能性 从工艺上来说这种弧度的词会比较难实现 因为到时候你们在这个银饰包标上是不好对接的 它这个词片接触的温度不一样 它收缩不一样所以不稳定 所以这种是不好把握的 特别不好把握 首次出诗却并不顺利 而彭欣欣显然也避免不了这样的情况 我这一次的设计就是结合苏州川景 以梅兰竹菊的四个元素相结合 很有意境 但是你看这个瓷花 特别你画的这个菊 我们昨天那个瓷瓶上面的菊花 它是陈列的观赏性的瓷 你这个是做设计首饰的 对日常佩戴 对日常佩戴那个东西你一动就碎了 一动就碎了 它的可行性是不高的哟 因为毕竟是自己的设计 但是最终无法做出来还是蛮失望的 其实不后悔一开始 我觉得学生的第一个创意 是应该保护的 当他们把不能完成的一个作品 拿出来的时候 至少这个作品它的创意在 那么我们接下来只需要说 去改善和改进 工艺上不能承受的那个部分就好了 但是它的创意是被我们保存了的 所以这个是很大的区别 为什么一开始不让他们接受公益 就是不想让他们受公益的限制 最终黄月放弃了手镯的想法 在琉璃莎的帮助下 完善了关于通话词吊坠的设计 而彭欣星 因为面临公益和耐受性的问题 需要 在白天的讨论中 彭欣星的设计概念已经基本成型 但此时的她 却要推翻之前的所有想法 从头再来 作为设计师的话 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一个状态 因为我们经常都是要熬夜的嘛 所以如果有一个更新的想法 其实也是很好的 对 这个好的 这个很有创意 是做以团线为造型的 还是结合雌花的那个大体的 易经美的感觉 莲花呀 可能要考虑一下工艺成型的问题 因为这是不到一厘米大的一个莲花 然后你看底边有十几二十半呢 这个工艺上不一定能完成得好 虽然可能还是会面临工艺上未知的问题 但刘丽莎对学生们的设计非常满意 我们叫通话词 其实指的是通话跟词花嘛 那刚好他们俩就各站一边 把通话的这个部分是黄约做了 它是把最早的一个通话词的一个器型 运用到它的首饰设计里边去 彭新兴的就做了词花 然后把词花系在词板上 整个团线的一个构造 等于是我们在词花里面 也挺新的一个东西 它都运用上了 这个是比较难的 刘丽莎决定开始进行样品尝试 作品的尺寸 必须保证与设计图纸分毫不差 她找到了在雕塑建模方面 非常有经验的梁艳 这么小 你雕的三角星能成形吗 这个应该可以 没问题 请福尔文彦 也会就是 Türk 这个应该会 有一个两次的 就是在词花里面的 如果水溫泥下的太少的話 住這樣沒辦法住 如果下的太多的話 這個胚會比較乾 就丟通它也沒辦法丟了 水玻璃的比例全靠手藝人的經驗 現在就是擔心氣泡的問題了 普通的通花瓷一個0.1毫米的氣泡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但是這個上邊的孔本身就很小 孔的直徑也就不到0.2毫米 如果產生一個0.1毫米以上的氣泡的話都會作廢 這是陳瑞隆住過的最小的通花瓶 在整個過程中泥漿的流速和壓強都必須恰到好處的把握 除了多年的經驗他無以為靠 還行這個沒有氣泡 模具做出來的東西它都會有一條模線嘛 我們就要拿這個把它慢慢一點的把它修掉 把它修光滑 這麼小一個東西上面它有100多個那個通花孔 半個毫米的模線它都會影響它的這個整體的效果 所以這個修起來會比較難一點 要認準這個也是三角形的一個雕套 就為了這個才特意磨的一個工具 你看這個腳是對著它的對吧 按下去 好 上來了 垂直 往回收 在琉璃莎的指導下 黃月開始學習雕空技藝 對 垂直收 對啊 這個還收還不夠穩 對 說不定就有一個這個晃得著 對 童花瓷的那種雕刻的工藝 它是手上的鏡要非常的巧 很多時候它是氣息要非常平穩 這個我覺得是和玉雕有很大區別的地方 這種工藝它是有生命力的 它的生命力是在於它穿越了100年以後 人能穿到我們手上的一個生命力 所以當我們接過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內心所感受到的是 我們是多麼的榮幸 我們接到了這樣的一個工藝 我們的生命也因為這樣的一個工藝得到一個延續 我可能希望它能夠在這樣的一個接觸過程裡面 內心深處對手藝對工藝有一種崇拜和敬畏 雕空的手藝人如今越來越少 這對於通花瓷的發展形成了更大的阻礙 突如其來的狀況也讓我們感受到了雕空的難度 雕太慢了 這個乾了 就乾的時候它是不受力的 乾的話你稍微用點力整個就碎了 沒事 不擔心 再練一個 事件已經不足為瞭的 好 走 好 走 好嗎 呼籲 好 可以 雌花的製作为手艺人增添了新的难度 和时间赛跑 保持泥土的湿润性和可塑性 湿毛巾起到了关键作用 雌花完成了心灵手巧的彭欣星 学艺之路却并不顺利 当然会是人生当中一个小手工的挫折 还是会慢慢学继续努力 而对于刚制作好的素坯 彭欣星也有担忧 哎呀 好土啊 真的好土 就是完全是用泥土做的 很难想象是在掌管里面 看出来的那个铜花瓷的颜色 今天是世烧的日子 之前的努力成果如何 谁也不知道 会裂吗 会不会有塌陷呢 有一些在工艺上面的一些担心 经过了一天的冷却之后 作品出谣了 结果不尽如人意 大家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出现了问题 估计是当时试的时候 整个胚体没彻底晾干 急了一点 就赶得赶紧给你看嘛 所以会理 这个应该问题不大 还原你的这个天津色 烧的就不是很理想 还是蛮失望的 不是我想要的那种青色 但是意外地发现 原来白色也是很好看的 它有我想要的那种 像浴室一样很温润的感觉 这是一次俘获相依的尝试 接下来 他们将总结经验再次启程 看得到 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两位学生的整套作品 将要经受 一千多摄氏度摇火的考验 有着十几年烧制经验的陈瑞龙 将会为他们保驾护航 点火 火烧起来之后太震撼了 其实我当时还是很担心 我那个小作品在里面 到底它能不能成活得下去 封吸瓷烧制记忆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于不同瓷形的装烧 以及温度不同的要求 都有着极深的陈列讲究 接下来的一天一夜 对于陈瑞龙来说将会不眠不休 她需要时刻监测掌控着窑里的温度 今天是出窑的日子 最忐忑的是彭欣欣 她担心自己的作品再次失败 跨越技术的难关经历了摇火的考验 烧制成功了 距离作品成型 仅剩一步之遥 把它做在一种很当代的配饰上面去 这个是超乎我想象的一种很新的形式 它跟当代人的首饰 当代人的生活方式相结合那通话词 传承发扬的希望就更大了 那天我就跟刘老师说 我说其实这个好多都可以做成绩首饰 现在很多非议的工艺都在面临着失传的可能性 我们新生一代的设计师 其实都是有捡起它的可能的 我们应该是用我们自己所长来发挥它更多的空间 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参与进来 只有更多的年轻人参与进来 这个首饰才有希望 甜头村里美好的环境是如何整治出来的 就是群众来参与 我们群众还监款 还拆迁 不用补差 看起来还没有成熟的杨梅是什么味道 其实入口的时候它是酸酸甜甜的 很好吃 对 新鲜的杨梅可以做成什么样的美味 四个月以后你们再来开封 清晨的摊途上能找到什么样的食材 摸上去硬硬的 对 很壮实的感觉 对 下期乡土带您走进福建省龙海市福宫镇的甜头村 看乡村美景品特色美食 感受当地人们的幸福生活